好 那我們這裡說明一下那個平方根以及二元搜尋還有牛頓法 好 這個 發想也是從Leak Code當中的一個 刷題的一個題目 這是牛頓的畫像 基本上我們要 解決任何問題 當然就如同他一個名言 所謂的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好 那我們看一下相關的 Leak Code第69題 那在這邊的話我們必須要強調 他主要是要去算 這個平方根 那 基本上 他這邊非常強調就是 或是不要用 系統內的 函式 比方說C++裡面的 POW啦 或者是 Python當中的 這樣次方的東西 當然 他沒說的其實就是所謂的 SQRT 其實也不要用啦 你用這個效果其實也是一樣 好 好 那我們看 怎麼去解這樣的問題 這樣的問題其實要解並不困難 恩 當然我們不建議說是用線性搜尋的 線性搜尋的實在太慢了 好 所以我們會比較建議是 就是 用所謂的 二元搜尋 所謂的 Binary Search Binary Search呢原則上 恩是在 一般 的演算法裡面經常會使用到的一種方法 那我們這邊特別要強調的 你去算 所謂的 SQRT SQRT的這個東西呢 他可以算的一個原因主要是 恩 我們這邊這樣 像這樣的一個函數 基本上他是 連續函數 恩 因為是連續函數的話 如果說 他在A值跟 A代值跟 B代值 他的那個函數值 兩者相乘了 是小於0的話呢 這個在AB這個 B區間當中 他一定會存在一節 好 那我們這邊特別強調是 至少存在一節 那 只要是連續函數就可以成立了 那這個 應該是 就是叫做所謂的 Intermediate Value Theory 啊 所謂的中間值 定理 但是他有可能中文上的一個翻譯跟 MinValue Theory 啊 可能容易產生誤解 所以我們還是把 一般來講還是 用Intermediate Value Theory 啊 這樣一個 啊來說明 那我們看一下他的一個情況 比方說我們在這邊有一個 呃 函數 那 如果他的一個情形 呃 這邊我們畫得不太好 假設這邊是B B值帶進來了 他是負的 那A值在這邊 帶進來是正的 那 在這當中呢他至少會存在一節啦 實際上 來講他不只一節 啊像這邊 只要是跟 S軸 交匯的地方都是他的節 像類似這樣的一個情形 好 好 這我們先 呃了解他的 呃所謂的 Intermediate Value Theory 他的一個 大致的一個情況 所以在 這邊的話我們特別來 要講的是說在 C++的地方 因為我們會有 呃 在計算過程當中我們是擔心說 Mid平方的他有可能是超過 30位元 有耗整數的一個上限 所以我們這裡 在 比大小的時候我們將 將他 都轉換成為比較大的 呃整數的形態 所謂隆隆的一個 一個一個狀態 啊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是 小1等於0的時候 Low的Mid 好 這個當然就是我們的一個 啊 所謂二元搜尋的一個做法 啊這個其實 也蠻標準的 呃在這邊的話 S等於0 的部分必須要特別去處理 啊原則上我們當然 呃跳出這個壞回圈的時候 啊 基本上就是 High減掉Low 他是小於等於1 啊 所以 基本上他真實的解 他就是落在 落在這個範圍內 啊在這個時候我們當然就是 就取 啊他比較小的那個字 也就是Low的這個字 啊當成他的一個 啊 呃 逼近的一個結果 好 那這個部分呢 是有關於 二元搜尋的部分 啊待會我們來 談到 啊牛頓法的部分 好 呃牛頓法 其實 呃 基本上呢這個當然是 應該是 你有學過微積分的人應該 應該是知道的 這個是一個蠻基本的一個數字方法 好 那主要是透過 切線 切線去 來逼近求解 那 嗯 OK 啊所以他在這邊的一個要求呢 他也會 比剛剛的所謂 Intermediate Value Theory 來的要多一點 啊 有時候他對於 函數的要求必須是 所謂的 啊連續可為 不只是連續函數 而且必須 函數必須是可以微分的 那當然他 求解的 收斂速度一般來講是 蠻快的 啊如果說你 呃起始點如果選得好的話 好 我們這邊稍微看一下 他的原理 基本上他是透過這樣的一個 一個公式 基本原則上是一個 相當於一個地毀的一個 一個公式 有這個地毀的公式 產生 呃 數列 那這個數列他會 呃 收斂 於其中一解 那 這個部分 有所謂的 F 當然我們所定的 F當然是 必須是 他的 呃 解就是我們要所求的那個那個部分 啊 啊在分母的部分呢是他的 呃一階的導函數 所以就是所謂一次的微分 好所以 在這裡我們從這公式上其實我們就可以發現 哈 呃 最糟糕的情況是當你的分母為零的時候 這是 變成你這個部分是沒辦法去使用的 啊 什麼時候會分母會為零呢 當他在這個所使用的一個 區段裡面他有所謂產生 當中有所謂的 Critical Point 可能是局部極大 局部極小 好或者其他的一個情況 那這個時候 牛頓法就可能就 沒那麼好用 好 那因為我們 所要求的函數基本上蠻簡單的 好所以他是處處可為 那 基本上 他 呃一階導彈數微分之為零也只有在 呃 X等於零那點帶進去 所以所以那一點我們當然特別去處理就可以 好 那這裡有一個 Vikipedia的一個動畫我們可以看 他大概求解的一個過程 所以從這個 呃巨幅圖我們大家可以大致可以知道 好他 基本上就是透過切線 好 然後逐漸的去 逼近 好那這個切線呢他會跟 X軸交匯的地方呢 也就是 當成他的 所謂的 SN 那這個SN這個數量呢他會 逐漸的收斂於 一點 如果 你的情況是 沒有在你使用的區間當中沒有所謂的 所謂的Critical Point 這個這個方法是可行的 好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 呃程式上他這個大概是怎麼做 好 呃這個程式 寫起來也 蠻簡短的 呃所以 我們那個做法 呃我剛剛講過 當N等於0的時候我們 這個必須要特別處理 因為在這個情況下 很清楚的 他是等於0 好 這個一定要 額外去處理 那 我們 的 呃 在透過壞迴圈我們透過兩個變數X跟X0 喔兩個 兩個變數 做不同的替換 那他的出值分別是N 1 呃 那我們在這裡 我們特別要講的是我們的 F呢這個函數 他是 X平方 減掉N 那麼他的尾分也很簡單 所以就是2X 那我們記得那個公式啊 就是 你原則上你需要的 是這個部分 好 那我們把這個把帶進來的話 所以這裡就是 呃在 呃分子的部分呢當然就是 呃我們在這邊的話就就已經把它轉換成為S0了 好 所以我們這邊還是寫X好了 所以就是X平方 除以 X平方減掉N除以呢 2倍的X 這是我們 在這邊 層次的這邊 所寫的部分 然後 最後呢 呃我們的X 跟S0呢他 應該 他是兩個 呃 互相的 哪個大哪個小 我們並不一定 馬上都知道 啊 所以我們做一個最後的 呃 呃 離開這壞回規圈之後呢我們再做一個判斷 啊 看如果是X比較小的話我們就去 Return X的整數 啊如果是另外的情況我們當然就返回 S0一個整數 啊 基本上那這個是 我們的程式 啊 這兩個做法我們在 Return X上大概都是在 0毫秒內都可以完成 所以就達到100% 好 這沒有問題的 好 接下來看看我們那個程式實作的部分 好 呃程式實作部分我們這邊呢就把它 稍微把它整理一下那同時為我們 要看他迭代次數我們 在 這兩個 函數上我們都加上了 額外的輸出 好我們至少還可以看得到他每次在每次迭代當中他的一個情況 那在牛頓法當中我們是 呃 Cout他 他的X X的值 那 另外在 呃二元搜尋的話我們是 把他 呃 每次所計算的中間的那個字 Mid 好 將他輸出 好 那在這裡我們必須強調我們自己有用比較 呃新的C++的部分 好 那 這邊我們稍微說一下 好所以我們在第3號我們include functional 喔 喔 所謂的範函 這樣一個標頭檔 呃這樣一個標頭檔呢我們基本上我們就可以將我們所定的函數呢 把它 做一個 處理 好 至少說這個 呃可以把它當成是所謂的 呃 first class的 一個東西 好 那 所以在這裡 我們 分別是 這邊是有做這樣的一個使用 那我們測試在這邊測試我們拿01 16337跟 這個 這個後面這個值其實就是 呃三四號位元最大的一個整數的值 基本上就是2的31次方-1 好 那我們分別用 呃這兩個方法 好先是 呃二元搜尋 然後是扭論法 將他的一個 結果將他那個做一個輸出 那我們看一下 好 那在0的部分 0跟1的部分呢基本上就 就一次就跑出來了 好 那我們是先是二元搜尋嘛然後是扭論法 扭論法他迭代次數比較少 算出來 現在 的值也都一樣 好 然後這個當然是經過 力扣他驗證過的 這都完全的正確 好 這個最後一個就是我們最大的整數值 34歐元 有號 整數最大值 那這個是先用二元搜尋 所以他的搜尋次數明顯是蠻多的 那 採用扭論法的話他的 呃 疊代次數明顯是比較少 好兩個方法 在CPU上都是 呃在所謂呈現所謂的0毫秒 好 也就達到100%的 一個境界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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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